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孩子修一下这个通马斯 这是我孩子玩的 这个通马斯现在是不转了 我们开机看一下 有声音 然后感觉里边的电机他也在震动 就是这个鼓努不转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是去年我给他改的这个可充电的电池 原先装的是三桀1.5的电池 就是1.5V的 这是5号电池三桀 这个电池非常不耐用 所以我给他改了一个这个充电的用的效果是不错的 充一次电能用好孩子能用好长时间 这是两节 手机 旧电池 我给他叠加在一块 然后并联在一起的这是 然后这个是个充电口 充电模块 是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我们现在拆来看一下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个小模块就是锂电池充电模块 这个我当时记得是从网上买的是一块多钱包油 微把口的就是普通智能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给他充电 用的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他不转了 好我们看到了 看一下这 这已经裂了 这个里边这是一个电机 然后这个里边是一个齿轮箱 就是塑料齿轮 这个裂口好像是去年粘过 现在又开了 然后我们再开开看看 看电机是转的 然后齿轮不转 这应该是还在玩的时候是摔坏的 我们现在把它再组装起来 然后把这个壳再粘一下 看看还能不能使用 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几个齿轮我已经都放好了 然后把这个壳给它装上 装上以后先试一下看能不能转 现在可以啊 还能正常使用 然后下一步就要 把这个壳再来粘一下 这个齿轮箱我现在用的是这个AB胶 给它粘上去了 这边也一样 装好壳后 然后再试一下 可以了 现在没问题了 已经转了 这个力气还挺大 这个玩具就修好了 相当于又省了100多块钱 当时买这个也不便宜 本来我是想放弃维修的 后来我想这个我是改过这个锂电池 然后可以给它充电 然后还在玩的话也不需要再买电池了 所以说是零成本 让孩子接着带玩 所以就 修了一下 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